就是去找字 找字找來彼此都不順 但是你是這一個 《鳥蟲傳》的字典裡面找出來 可能某個印章裡面的一個字 這某個印章的一個字 我也看不清楚 所以寫了很多年 寫大概2007年有一天 杜老師跟我說 這個不錯啊 可是你的針寫不對吧 這個針 這是一個人的頭部他的手 這是他的背部一直到腳 然後這個上面三點 是代表腿呢 身上長的那個賴粒 就是我們稱為叫做枕 長枕 他說應該是這個字的最早期 另外有一派說不是 應該是這樣 說是一個人快死掉了 死掉之前他氣斷 斷掉之後他會抖腿 這樣 這個叫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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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兩個吸進幾個人 抖腿這樣 有人說不是 是長枕 你看他有好多派的說法 總之的確證明他是三點就對了 我本來是把他黏過來了 最早期2002年寫過了 寫了一兩年 杜老師不對 這是三點要分開 那我才正式的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創意 那山是山上 加古文寫說這樣 就是三座連綿的山峰 對吧 那到中山王的時候他是中間變成直線 然後底下變成一個文章的文 這樣 其實就是在保證他那個山體的厚實 那個扎實度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寫直線 這個文章的文 然後呢 左右兩邊的那兩座山峰啊 就把它做相背 靠背的兩隻鳥 兩隻鳥 有沒有 就是鳥的頭部 鳥的嘴巴 鳥的頭部 一直到鳥的尾巴 鳥的頭部 到這個脖子到尾巴 然後就瞄準 這樣 就是山 這樣 鳥熙這次看得懂了吧 山 看得懂但很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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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瑜的時候他好像 今年這個看懂 鳥安呢 還是很難 我記得以前你也學過嘛 很難對不對 以前每年二樓 對每年六樓 那海的話就是海水 這個就是照得到去 我覺得很豐富 不斷漩渦這樣繞繞去 這是我個人 特別喜歡海水的纏繞 我們說叫漩渦 我以前不知道漩渦的厲害 大概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大概二十六歲 我們廣告公司辦一次日本旅遊 那時候我們廣告公司在台灣 是很流行的行業當時 廣告業 那我那時候還年輕二十四 去了一趟 到哪裡呢 到賴戶大橋 賴戶大橋 靠近橋旁邊 有一個將近一百公尺 直徑的大漩渦 一百公尺很大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艘船 還蠻踏到船 然後靠近那個漩渦 我覺得應該有離 將近一百公尺 離蠻遠的 這樣看 好可怕 那個漩渦 直徑子大的漩渦 就一直往內漩 他們說其實是因為 他們的河川啊 跟海 入海的時候 那個交會之後 產生了一個 河流方向 跟海的方向的那種差異 就形成了大漩渦 他就 他不是你以為的漩渦這樣轉而已 就總是凹陷下去 很深耶 我看了之後 都起漩渦的 那時候對漩渦 有一種很害怕的感覺 哇 真的 大自然力量很神奇 這個就像漩渦一樣 然後右邊呢 就是每天的美嘛 下面這個是婦女所 頭上沾的那個髮沾 這個 這個地方 那就是婦女的肩膀 一直到她的右手跟左手 在你的膝蓋交叉 那中間有兩個點 就代表了母親的乳房 母親的乳房 要補 補育 那個後一代 嬰兒 然後這是她的這個腳 一直到她的腿 到她的這個 整個時候被屁股 大腿 膝蓋 小腿這樣 這是一個婦女坐在那裡 她日常的生活 那美是因為她每天 起床的時候 都要在塑膠鏡上梳理她的頭髮 擦上髮材 那是每天必然的事情 所以叫做美 好 OK 那胃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口 老師的口 中間我要寫的很有趣 不是鳥重戰 她把這個口呢 橫線寫完就算她不要 她把它做一個很高的一個瀑布 直接垂降 到很低的時候才橫化另外一邊 好像深潭 我覺得這個創意太棒了 所以我就很早的想說這麼寫 那底下這裡呢 就好像人的屁股一樣 然後胃呢就是樹枝 長得非常非常多 重生的樹枝 數都數不清 畏枝其數 所以甲骨文是寫這樣子的 寫法有很多 這是其中一種 而且剛好相反 還有這種 就是樹幹 樹枝 樹根 那樹枝呢有很多很多很多 數不清楚 所以叫做畏枝 南梅濁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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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就是不知道她到底 樹量有多少枝 上山海味 這樣可以嗎 簡單的描述 我覺得描述的太複載不夠好 所以簡單的描述 那今天就有複習 有預習 哈利路亞我想起來 在這裡補充 剛剛會 而且是里長 說我要 然後